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唐朝的时候 欧阳瞻在《春盘父》里面说 多是家人 甲排鱼为大地 书以秀以为真 丛林俱秀 百会真心 欧阳瞻留下来的这一段 非常美好的一个写景的空间 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的 一个内容跟空间的感觉 我们知道在中华花艺里面 我们有四大类型的插花 如果以作者的心态来讲 我们有所谓的 写景花 理念花 星象花 跟造型花 欧阳瞻在《春盘父》中 所谈到的这一段文字 他标榜出一个写景自然的一个美 然后也在《春盘父》中提到了 在这个盘中怎么样去插座 所以我们今天将以写景花作为今天的创作 但是我们从古典的文化 要走到现代的生活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古典中吸取养分 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来做结合 好 那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花器 我们知道中华花艺的元启淡桑 是来自汉朝的花树立右桃盘 那花树立右桃盘里面 它是一个圆形的桃器 然后上面有桃树桃鸭 所以中国人有天元地方的这个感觉 所以对元有特别的天好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插花的时候都以圆形的花器为主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前面的这个花器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花器 那它不只是一个椭圆形 它还是有一些一些造型的变化 一般我们的花器都是以圆形的桃 然后拉平衡之后 拉背平衡之后 然后这样子为主的一个圆形的花器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这个花器它是经过一个创意跟设计的 因为它有高高低低的 然后甚至在这边做出一些的造型 另外一篇的桃片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花器 然后它在桃的四周也画上很多的图腾 跟各种不同的花样 那我觉得每一个花器都是一个很好的创作 那我们都要喜欢它接近它 然后去试用它 那这样子会产生新的一个创意跟灵感 即使一样我们是超斜景 那都没有都没有不会受到妨害的 那这样我们跟花跟气之间呢 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今天呢我在盘里面放了好几个剑衫呢 那今天呢我是要以南天竹来做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花菜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在擦一个斜景花的时候呢 我们会选用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高度的一个花材 比如说中华花衣里面它很注重到一个特色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花材本身要有木本有草本 我们常常讲说木为阳草为阴 所以当你有木本的花材呢 它就会呈现一种自然山林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知道大自然呢 它有春夏秋冬的一种美感跟节奏 然后呢 我以这样的两只的这个南天竹 插出两边的一个高度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这个花器呢 它在这边特别挖了两个洞 两个洞 那我们就可以把剑山呢 藏在这个洞里面呢 然后用它来插画 然后我就有点像 这样子两边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应用 然后呢 我还有一只这样的一个南天竹 我来做它的后段 或做它的前段都可以 比如说我让它微微的向前 好 向前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天竹呢 这样子才三只的南天竹就构成一种 有点像幽灵夹缝的感觉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到台湾的某些高山上去 那我们会漫步在那个幽灵的 就是两个森林中间的一条小路中间 好 那我们写井呢是移化入室将大井 那融成在小小的 融缩在一个小小的这个盘中 那我们用两几只的这个南天竹 就把那种那个林木中的感觉 表现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各位爱好朋友 可以看到我手上有这样的这个花材 我们称它为垂浆花 好 那这个垂浆花呢 它的颜色蛮美的 好 然后也很特殊 然后这个花材 我觉得它很棒的一点 就是说它很耐 就是有些花呢 有些花觉得你买了 很快就微掉了 那当然 花跟人一样 都有它生命的一个周期 好 那我们也很开心的 欣赏它的沉住坏空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也要去感受到 就是说呢 有一些很耐的花呢 我们也会觉得 特别特别的喜欢的感觉 好 比如说 我现在运用这个垂浆花 好 让它有一点点前后交错的一种美 然后呢 我们一边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边想象 也就是说呢 其实插花很棒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可以用花材去做很大的 创意的空间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我在插这个垂浆的时候 那我就去感受到 我好像是在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个 一些的鸟类栖息在林中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些鸟 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鸟 栖息在这个林木中的感觉 好 所以这个垂浆花呢 它就非常有那种意境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也可以很细细 很细微的去看这个垂浆花 它的这个生态 因为这种花材呢 在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可以看到 它感觉上还是很有精神的 那我们刚有提到说 这个垂浆花可以感受到 好像山中栖息的一些鸟类的感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段呢 再加一点点的这个侧薄 因为这个薄加上去呢 就可以增加到下段的那个感觉 有点点绿油油的 也就是说 整个空间的感觉呢 就会产生一种 好像那个大自然的草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创作 或者是文学的创作 都是人生生命的一种 很好的一种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不用到 真正的完全是走入自然 那你只要在插画的过程中 你好像就被整个大自然给洗涤了 所以画画的人常常有一句话说 烟云共养 就是他们在画那个 云雾缥缈的仙境 然后好像自己就无形之中 也胜利其境的感觉 然后自己好像也是在云雾之中 就是那个心灵的享受 心灵的感受 就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就在云雾之中 所以据说很多人因为画这种画 都特别的长寿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是 虽然没有真正的被大自然可以给 在大自然中 行进 但是呢 他们在画的过程中 他们用一种想象的 心灵的想象的空间 就能够把那个云雾的感觉带入生命之中 所以很多人说脑的力量是超过心 多少万倍 所以有时候那个 心的力量是超过脑多少万倍的 所以我们那个心灵的力量呢 是非常的强的 好 那我们把它稍微的用一点点下断 好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属于扁薄 那扁薄因为它扁扁的 所以插起来会比较需要做一些 慢慢的一个组合 那如果说我们选用的花菜是侧薄的话呢 那侧薄它就会看起来就一大错 那很快就把那个空间补满了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插花呢 它也是一种慢活 慢活 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常常都是 生活的频率非常的快 那非常的高 所以有时候你慢慢的在插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一种放松 那也是一种慢活 那所以我很鼓励很多的 就是其实他们本身就很有专业的一些人呢 也能够来接触那个插花 插花衣的部分 因为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呢 他们就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在跟这些植物接触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现在在插这些 绿油油的薄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说我是漫步在那个绿油油的大自然中 然后那种能量就能够滋润我的心灵 好那我在做完这个 剥了这个部分之后呢 那我来做一些些的下段的小花 也就是好像在自然之中呢 那野花野草 那画自开放水自武的感觉 所以呢 我记得那个在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道教的始祖 的那个祖师爷之一 就是陶宏景先生 那陶宏景呢 据说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一个人 那梁武帝非常的希望他能够辅佐他 做他的那个宰相 然后能够再查围观帮他做事 但是呢梁武帝他 但是那个陶宏景呢他不喜欢 他喜欢身居巧居在山中 那梁武帝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 梁武帝问他说呢 山中和所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山里呢 那后来那个陶宏景就回了梁武帝一封信说 山中和所有岭上白云多 那只可置于月不堪持证据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在山中所感受到的一种 愉快的一个生活呢 他说呢 就是山顶上有很多的白云 他说这种感觉呢 只可自己享受 他说我没有办法去跟你分享 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呢 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福报 可以像陶宏景 可以深居在山里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 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 去感受到日常生活的 这个植物跟我们 大自然跟我们之间的一个 美好的一个互动 他说领上白云多 他只可以自己很愉快的享受 他说我没有办法 将白云送给你 那我们插花就不一样了 像各位阿拉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借由这两个花材之间 他插出那种 那个林中的一个感觉 然后中间我留了一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呢 就可以让我们觉得 我们人好像走入这个 自然的通道中 然后你受到花草植物 受到这个山中的水汽 那沼泽的一个 的那个滋润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在插完这个小花之后呢 我再加一些些小黄菊 因为我们增加一点点 那个色彩的感觉 也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粉色的 这个粉色的这个花之后呢 那我们再加上一点点 这个黄色的花材 因为像我们很喜欢在假日的时候 清清大自然 那无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大自然中的花草植物呢 它是这么的生意蓬勃 那有时候我们在大自然中漫步的时候 就会发觉呢 那个野花野草 它也是这么的清新 然后可爱 所以 有时候你会发觉 那个小花小草呢 春夏秋冬的小花小草呢 长在那个 那个很低 很低的那个林间 它那个 散发出来一种生命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加了两个颜色的花 就是有 这个紫色的 粉紫色的小花 跟黄色的小厨具 好 那我现在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 这样的一个天堂鸟 天堂鸟 那我来试试看 这些天堂鸟 我怎么样安置在这个作品中 让它有一个 更主题性的一个花在上面的感觉 那这些天堂鸟 它们都是有一些些 有点点变形的这个天堂鸟 那我们之前介绍过呢 这些天堂鸟 我以为是 种天堂鸟的人 它特别的去培育它 让它变成这种 很特殊的一个造型 后来我问的那个 种花 种天堂鸟的那个人说 你这个天堂鸟是怎么 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那他才跟我讲说 其实这些天堂鸟呢 它都是自然长成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它们都是那个 因为风吹日晒雨档 那有些天堂鸟呢 它如果 它生长的地方是 比较没有受到 风吹日晒雨打的关系 尤其是强风的吹袭 尤其是像那个台风 这样的一个吹袭的话 它是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 天堂鸟的 那这些天堂鸟都是因为 台风过后 或者一些强风的吹袭 然后它倒在地上 所形成的一个感觉 那我就以这个天堂鸟来做 我们中段的这个 煮滑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常常在观想 西方极乐世界 据说是鸟语花香的 然后有非常多的鸟 在那个极乐世界里面唱歌 歌唱 那我们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孜然中这个鸟的这个感觉 好 比如说 我们用这个天堂鸟的特殊的造型 那去表现 栖息在山中的 林间的这些小鸟的感觉 好 我用了三只的这个天堂鸟 把它加在一起 那造成一种 比较缤纷的色彩 缤纷的色彩 因为我们常常在擦这个 在擦这个 鞋井花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比较是属于 一种宁静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但是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表现 它那种 就是色彩的一种 缤纷度 跟感觉 好 那我再来用一点点的叶子 来增加一下 它前后的这个 因为有一些叶片呢 就不会感觉到 作品呢 太过于的 太过于的细碎 好 我们稍微加一下一下 一点点的叶子 因为我们 这次用的这个花器呢 它是属于比较 就是 比较造型的花器 所以在花型方面呢 我们也选用一个 比较有造型风格的一种感觉 的一个花型 那 这些天堂鸟呢 增加整个作品的一个色彩度 那也增加整个作品之间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感觉 跟缤纷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把这个作品 稍微的引一下下 好 那我们刚刚呢 有介绍到就是说呢 我们的中华花艺本身呢 它有四大类型的花型 也就是鞋井里面 形象跟造型 这样的四大类型的花型 那鞋井是其中的一个花型 也是最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花型 那鞋井花呢 它是以盘为大地 或者池塘或者琥珀 那以这样的一个观念 来做创作的 那鞋井花呢 在很多的茶花中呢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在鞋井的时候呢 你可以清净自然 那以自然为物 那在现在的这个 忙碌的生活空间呢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现代人的一个花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插座另外一件 非常精致的一个小篮子 那各位爱话不少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前面有一个这样很美的 那很精致的一个篮子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篮子 我就好喜欢哦 可是因为它当时卖的价钱还蛮贵的 我就有点舍不得买 就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就把它买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篮子呢 它即使摆在家里的角落 都是很好看的 好 那我们今天来插一件小小的作品 因为在我们的插花里面 也有蓝的这个应用 那各位爱话不少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人其实很注重空间美学 好像这些这些时间来在台湾呢 很多人很注意 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 受到肯定之后呢 那空间的美学是很重要 我们一个蓝 那我们要怎么样摆字的很好看 那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比如各位爱话不少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在这个蓝上面 放了一片这样的一个胶叶 那我就把颜色呢给秤脱出来了 就是我就能够把这个蓝的色彩给表现出来了 好我再用一片这样的一个芭蕉叶 好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感觉出来呢 我们的这个蓝呢 它就 就跳出来了这个色彩了 好那我们在一个 一个空间呢 我们只要摆上这个 摆上这个 一个很美的东西呢 但是要去 需要去经过 你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个思考 比如说 像我们的同学呢 都很喜欢看昆去 那我们之前去看了一出《御瞻记》 那其实在《御瞻记》里面呢 它本来是 没有插花的这个部分 因为在《御瞻记》里面 它有很多品茶的部分 可是我们知道呢 在中华话译里面 在那个中国古典的文化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示意 也就是焚香点茶 挂花平工 那当这个《御瞻记》在重新编 编导的时候呢 编演的时候 它们就加入了插花的这个区块 就把花的美呈现在舞台上 那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因为插花工作者 多年的努力所形成的 而且在一个空间跟氛围中 我们会发觉多了花 那那个空间的美感 哇就非常的与众不同 好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燃气放好之后呢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因为它没有附在里面 没有附插花的器皿 所以我在里面我用了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杯子 一个喝茶的杯子 那它的高度刚刚好 我就把它放下去 那我们在放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个沙 加一个沙把它放进去 好那我在这个瓶口里面 放一个阿制沙 放一个阿制沙 帮它做一个定枝 好那我把它卡到这个瓶子里面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阿制来插花 其实这是一个 还蛮难的一个 插花的一个技巧 因为用那个阿制沙要插座的话 好那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插法呢 也很能够挑战我们的那个技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会发觉你在插座的过程中呢 你会要很定心要很静心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要怎样培养自己 非常的安静非常的优雅 我们发觉现在的人都 都现在的很多的孩子都很刮躁了 那女孩子也是一样都变得很刮躁 跟我们过去所受的这个训练 跟那个传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那当然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流行的一种趋势 不过有时候偶尔看到一个很安静很优雅的女孩子 我们会觉得很美 那种感觉觉得很好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 各位阿博撒可以看到 我现在放了一支的这个山龟来 那其实这个篮子呢 如果我们在插画的时候 我们希望表现的感觉是 这个花呢 它本身是很表现花气的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中华花艺里面呢 我们把花气当作金屋跟金色 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装置花气的一个房子 那很精致的花气我们就称为金屋 那比较简单的花气我们就称为金色 好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在我用的这个是一个竹编的蓝 虽然它编的很精美 那因为它编的是这么的精美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不要在上面插太多的花 好因为插太多的话 会把那个花气的霉呢 给破坏掉了 好那我用比较简单的一个花材来运用 好这个杜鹃我都觉得它量太多了 我们再选一支少一点点的杜鹃 好就是就是感觉上它的叶子是比较静致的 好那我们用这个杜鹃呢 做它的后段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财性 或者自己的才艺 他就能够自己很安静的 去做一件自己爱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而且当一个人能够静下来的话呢 他就会觉得他特别的有能量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分享 我说呢像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社区大学的课程 我跟他们说呢 每个礼拜固定来上上课 然后来读读书 那来学习学习 那让自己呢在短短的几个小时 可以透过学习 不管是跟老师学习 或者跟同学学习 因为有些同学本身都 也都很有内涵 那我们在跟人家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觉到很多人的优点 那发觉他的优点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学习他 那无形之中呢自己会变得越来 越来越优雅 那越来越优美 那还有呢自己个人的那种 人格的风范 也会不断的提高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你看两三个小时一个礼拜 那你如果那个时间跑 拿去逛街的话 你会发觉回来呢很疲倦 而且人有时候一出去 又随便买个东西钱又花掉了 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说 要把时间拿来做学习 那就像欧生的四子读书乐里面 他在在的提醒我们一个人 要随时掌握因缘去学习他 那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 首读这个经典跟佛法 我觉得读我自己像 没有 就是工作比较轻松的时候 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拜万佛 我很少出门出去外面玩 除非工作有需要 那像出国的旅行也是因为工作的需要 那需要到美国 需要到大陆去 那我才过去 我很少特别给自己安排旅行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傻 为什么 为什么不给安排旅行 那我觉得我有多余的时间呢 我就宁可在家里 我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拜佛 那我觉得拜佛呢 它是身心灵的一种很棒的一种 抚育 那也是我对诸佛菩萨的一种 礼敬诸佛 然后虔诚的一个供养 那我们慢慢的把这个作品 很简单的把它擦好了 各位就可以看到一个 这样很优雅的 很淡雅的 带有那种很古典的一个情怀 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真的是如果我们摆在家里的 任何一个角落 都会觉得在宁静中 散发出光芒来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化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2 2 1 2 1 2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